相信玩半音阶的小伙伴们 都曾遇到过换磨片的难题 磨片呢 它在半音阶口径上 起着防漏气的重要作用 没有磨片的半音阶 就像没有门牙的嘴 讲话都是漏风的 但偏偏这么重要的部件 却很娇嫩 它动不动就吊 动不动就翘 要么浇水老化了 要么粘膜了 一会儿不粘膜又拍膜了 有时候谁也没惹它 它自己就翘起来 那这翘起来怎么办呢 只能拆开琴 换磨片 它对于动手能力强的同学还好 但绝大部分的半音阶玩家 它既没有专业的工具 它又没有专业的磨片和胶水 那有些胆子大的 买了磨片自己去贴 它往往弄到黄片黄板上 全是胶 还粘不好 甚至因为胶水流到黄片上 导致无法发生 最后只能眼巴巴的求助维修师傅 但即使发到售后部去维修 来回的快递费 维修费 和耽误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也让玩家们苦不堪言 我从事这么多年的口琴售后工作 对磨片这个问题 一直有着很大的关注 磨片的售后返修率 是黄片的两倍左右 这是一个损坏频率较高 且客户难以自行处理的一个问题 如何让换磨片变得更简单 且易操作 让客户可以自己轻松换磨片 这是我近两年一直在研究的课题 如今我找到解决办法了 对于换磨片的这个难点 主要是胶水的选择上 绝大多数人其实并不了解 磨片它是有专用的贴磨胶的 很多禽有自己换磨时 都选用生活中常见的520 AB胶这些 这类胶水其实并不适合贴磨使用 因为胶本身它带有毒性 再加上固定时间非常慢 很容易流到黄片上导致不发生 胶水固定后也非常难清理 会给二次维修带来非常大的难度 起初我想的是 可以把这个专用胶装在小型注射器里 发给客户让他自己换磨 我还专门找过一两个朋友 让他们尝试自己去贴 但即使给了他们专用的胶水 也很难贴好磨片 要么就是胶脊多了 弄得满哪都是 要么就是贴歪了 或者翘边了 或者导致拍磨漏气了 贴磨这个手艺 它是需要一定的练习 才能掌握的技能 胶水要刚刚好 磨片要有适合的弧度长度 贴的时候要避免倾斜 贴完后要压住等待胶水晾干 这些步骤里面 隐藏着大量的不确定因素 让贴磨变得容错率极低 但出错率极高 所以如果无法简化这些步骤 就很难实现让琴友们自己换磨 这些步骤里 不确定性最大的就是胶水 在胶水被挤出到凝固的这段时间内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而一旦胶水粘到磨片上的那一刻 就已经是不可逆的状态了 我们希望让琴友操作时 尽量避免这种不可逆 且出错率较高的步骤 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 于是我要隆重地向大家介绍 口琴工坊的新产品 自粘磨片 自粘磨片并非特殊磨片 它指的是自带粘性胶水固定磨片的一种形式 它可以是荷莱膜 零木膜 国产膜 以及市面上能见到的所有磨片 自粘磨片上是有一层固定好的胶水的 类似于贴纸上的不干胶 但相比不干胶呢 磨磨选用的胶水更安全 且防水性和抗风化效果更好 有了自粘磨 以后前友们换磨片 就像贴创可贴一样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将损坏的磨片撕下来 用铁片将残留胶水刮掉 然后用镊子将磨片夹起 贴到相应的位置就可以了 如果贴歪了 或者长度不合适 你还可以把磨片拽下来 减好长度重新贴 贴好之后 用手按压一下胶水位置 磨片就固定好了 你不用担心胶水会粘到黄片 也无需等待胶水晾干 贴好就可以拿起来吹 可以说相比于传统的换磨方式 这种自粘磨无疑是更方便些的 并且这种胶水有一个特性 就是时间越久磨片粘得越牢固 相比于传统的胶 还有一个好处 这种胶是有一定韧性的 即使在拆芹时 你不小心碰歪磨片了 它也会慢慢回归到原始状态 并且由于这种特性 胶水会吸收一部分黄片振动 所造成的共振 因此拍磨的概率 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小 在防水性上 大家也无需担心 我们做了大量的相关测试 即使在连续多次的冲洗 和超声波清洗的情况下 自粘磨 依然可以牢牢的固定在黄板上 自粘磨也可以用在 石虹口琴的DIY上 你想贴哪里就贴哪里 让石虹玩家 也拥有半阶的压音性能和音色 如果你的琴 正好坏了几个磨片 想要换掉 不妨试一下磨磨的自粘磨 无需记琴 无需浇水 贴好记吹 无需等待 想要尝鲜的小伙伴 可以到磨宝搜索店铺 磨磨口琴工坊 找到该产品 换磨片所用到的工具 我们也有售卖 价格并不贵 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这就是本期的内容了 磨磨相信有了这款产品的问世 请我们再不用对坏掉的磨片发愁了 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还有更多实用的周边产品 正在开发 记得关注 我们一起为热爱发电 对坏掉的磨片 对坏掉的磨片 对坏掉的磨片